你们不就是怕我和陆山河搞对象吗 没错 我们早就好了 陆山河脑袋嗡的一声 苏静瑜 你可别胡说呀 江河宇和苏海生同样脑袋嗡的一声 你给我回来 现在就跟我回家 苏静瑜看到地上有块砖头 直接拿了起来举过头顶 苏静瑜 别冲动 他们可是你爸妈 别过来 你们赶过来 我砸我自己 静瑜 你别冲动 快把砖头放下 静瑜 别做傻事 我们不过去 你赶紧放下 看到陆山河伸手 苏静瑜再次后退一步 你也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拍我自己了 苏静瑜的情绪在失控边缘 陆山河看向苏海生 一会儿我姐就回来了 要不这样 你们先回去 让她冷静一会儿 等我姐回来了 我们一起劝劝她 用不着你家好心 要不是 你少说两句 江河宇看到女儿满脸愤恨地看着自己 没办法只好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行 不过静瑜情绪稳定下来 你必须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们答应现在回家 不代表我们就同意你们搞对象 要是你敢动静女一根毫毛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放心好了 我本来也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而且我告诉你们 我和她最多就算是普通朋友而已 好了 你们要是不想再刺激她 就先回去吧 你不是说你吃过饭了吗 骗人 我说的是中午饭啊 怎么不行吗 哼 骗人 对 我骗人了是不对 可是你不也骗我了 还有下次这种事可别那么冲动 你要是真撕我这儿 我麻烦可就大了 你就是这么劝人的吗 山河就这脾气 男人吗 都大啦啦的 她一点都不马虎 她就是故意的 对啦 姐 明天你放假吧 对啊 元旦嘛 都放假 本来我打算拿点东西回家的 没想到你在 接下来陆山河和陆美琴一边吃饭 一边讨论村里的事情 以及小时候过年的情形 苏静瑜安静地听着 内心里满是羡慕 静瑜 你小时候过年好玩吗 我过年没什么好的 也就收一些压岁钱吧 那应该很多吧 毕竟你父亲是厂长 也没多少 几百块吧 几百块 都顶我们一年工资了 姐 我厂里还有点事 今晚我就不回来了 你就和静瑜早点休息 这么晚了 厂里还有什么事啊 你以为 副厂长是吃干饭的吗 活多着呢 不然我怎么明天 过年了都不回家 在这受罪 苏厂长 静瑜情况怎么样了 暂时稳定下来了 不过看她的样子 想送她回家还是有点难度 我看就让她和我 姐住一个晚上吧 你放心 我今晚要忙厂里的事 不会回去 行 那我明天去接她 你让美琴好好劝劝她 其实我们也是为她好 苏厂长 有些话不是说说而已 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 苏静瑜今天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如果你们真的为她好 就多关心她一下 而不是嘴上说着为她好 却干着伤她心的事 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是我们的事 你只要管好你自己 别做出格的事情就行了 听到对面挂了电话 陆山和哑然失笑 很明显苏海生 根本就没听进去 不过话自己已经说了 至于苏海生以后怎么做 那就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了 美琴姐 有什么事吗 没事 就是随便聊聊 我回来就看到你们在闹 也没问青红皂白 万一好心办了错事 我明天要是去了厂里 见到苏厂长 还不难看死 苏静瑜这才想到陆美琴 现在在食品厂上班 于是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山和衣服多着呢 你也不用惦记她 而且浪费学习时间织毛衣 你的那些课还不白补了 美琴姐 你不懂 我在江城县没什么朋友 虽然有几个玩得好的同学 可他们背地里 说我就是提款机 看上的 也只是我能给他们 买零食而已 只有陆山和 我遇到困难了 他还会帮我 我们当初还是陌生人的时候 他就不图回报地帮了我 如果关系更近一些呢 他只会对我更好不熟